好的食材是美味到生的第一步 每个羊我们都会拼搁新选 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选择40斤到50斤左右 都咬着一个汤都添不糊的 一羊的白鸡 乖的汤鱼 想做出让人认可的美食 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银行发过来的水呢 清洗油清淀香 因为这个水呢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上面这个油啊 被湿被掉的 我的这个肉烧出来 将香菱依然咬不动 铲鱼的时候就不方便用镊子 镊子容易把肉夹散 这个时候就会使用 倒子掌嗨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嫣 欢迎来到陶醉厨房特辑 我们都知道 原料是烹饪的基础 在能够选择当季食材的基础上 在家以独特的烹饪方式 才能够做出 让人流连忘返的美食来 可事实上啊 真正懂得运用食材的人 并不在多数 可能要经过一百次 一千次的尝试 才最终可以完善 某一样食材的口味 或者是搭配 这是因为 有一些大厨的坚持 才逐渐让烹饪 成为一种技术 一门艺术 亦或是形成一种文化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 这些懂得挑选 善用食材的大厨们 上海人一年要吃掉 三百万只羊左右 除了夏冬旺季外 春季也不辣夏 每当中午饭点 你看这家店 都是敢来吃羊肉的 老板娘也忙个不停 她要搬一件羊肉 一件羊肚 说到我马上 太好过头就把它切过去 小鬼 撕碗羊肠面 小鬼 放得干净一点 放不干净 那个皮会老 羊肉馆老板娘 顾玉红 从事物流行业十多年后 又辗转餐饮行业11年 因为我胖 也喜欢好吃 才选择了餐饮这个行业 结果呢 餐饮也不是我想象的 那么好做 要清理清为 到处都会去监督着 和我们养殖场 和我们肉下锅 就是说 细节方面 都要自己去操心 上面这个油啊 每次必须要把它 那个瘪掉的 我的这个肉烧出来 皮一发黑 咬不动的 像香菲鸡一样咬不动 那个还没好吗 客人在吹了 急了 来来来来 过来我来 你再切点羊肺 最快就是腿骨 这个羊肉要把它缝起来 缝一吹皮干 皮干的就会很老 正因为老板娘亲力亲为 保证羊肉的品质 所以很多老食客 都一直来吃 羊肉出在羊身上 从养殖场宰杀到运送进店 严格控制在六小时内 我们有自己的养殖场 每个羊我们都会精挑细选的 我们羊长一年到一年半的之间 而且这个大小分量会在选择 四十斤到五十斤左右 一道羊肉料理 不仅需要在原材料上层层把关 在做法上 老板娘也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 红烧羊肉我们用粽叶香草 这样包扎起来 不然红烧羊肉死 它必须要烂 一烧烂了 那就会不成形 用粽叶香草 包扎着一桶煮 不仅保持羊肉咸汉 而且香糯可口 自带清香味 让我们来学习一下 原材料如下 第一步 羊肉焯水 第一步我们把羊肉包出水一下 最好是冷水下去锅 这个大概要出水将近十至十五分钟左右 首先要放在料酒 五百克放三勺 将近二十克黄酒 随后加料酒去腥 等到水烧开后 锅里慢慢有杂质浮在表面 这个一定要撇掉 羊肉有沙味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随后将煮开的羊肉 放入冷水里先清洗 因为这个羊肉的 它的味道很重 所以把它洗干净 这样更合一点 接着我们开始用粽叶包羊肉 这个粽叶我们要浸泡 半个小时之上才可能包 第一 先这个粽叶 从这个头往上面一直包下去 还有我们用这个香草 冬香跟香草的味道结合 更柔衷中美味 还有点把它十字形 这样更牢固一点 等到包好羊肉 我们才可以调味 首先不烧热 把油放进去 随后放入葱段 姜片 香叶 八角和桂皮 煸炒出香味 感觉到有一点香味出来以后 来说放冰糖 放水进去 500克盖水 10克蚝油 老抽 生抽 烧开以后 把羊肉一个一个地放进去 大火先烧开以后 用小火慢慢煮 等到大火烧开后 盖上盖子 小火慢慢炖 大约需要一小时左右 现在我们尽量地 把它收汁一下 从酱汁之中 我们再放在明油进去 这样够亮 关火 等到汤汁变得浓稠 就可以关火 香浓可口的纵香羊肉 就出锅了 周末在家 做这样一道美味给家人 一同品尝 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如果说你看到的这一桌 都是台湾菜 你相信吗 颠覆传统的大肠包小肠 别具一格的盐酥鸡 中西结合的原住民咸猪肉等等 这些美食都是出自这家店 然而他的幕后创造者 就是这位年轻人 我是谢一锋 我是一名厨师 我来自中国台湾 那我从航大约十年了 别看他年纪轻轻 但在从事餐饮行业十年间 也去过很多国家学习 对他来说 美味诞生前 必须要准备好自己的一套武器 不同的工具 它可以让你在不同的环境中 它可以特别去加风 这边我们讲一个抹刀 铲鱼的时候就不方便用镊子 因为如果用镊子 容易把肉给夹散 这个时候就会使用抹刀 这个其实它是一个试味勺 这边是勺子 那这边是叉子 然后你在试味道的时候 可以看你是什么样的食材 然后很方便地去做一个选择 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伙伴 从厨至今 无论是器具还是菜品 它都是一丝不苟 非常热爱 在餐饮的道路上 谢一锋永无止境地学习着 我最开始学中餐 然后当我从中餐转入 西餐的过程中 我碰到一个师傅 最常看到的就是 他们在腌制肉类 加入了自己晒干的一些农作物 磨成粉 然后新鲜的香料 一些比较重的盐巴 最后再把它腌制完之后 再把它烘干 然后现在到了上海 我有把这个原住民 咸猪肉带过来这里 我们在食材上 做了一点点改变 应地适宜地去调整它一下 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很多台湾地区美食的做法和食材 在上海不能完全获得 所以谢一锋改变调味料 经过多次尝试 最终做出满意的味道 它的多次颠覆性创意 受到很多年轻时刻的欢迎 虽然是台湾菜 但比较有创意的那种 然后它那个卤肉饭上面有那个扇贝 包括它这个炸鸡 就是感觉都很特别 是那种黑色的 还有它这个酱也特别香 红油酱 然后加上那种锅菜汁的那种感觉 我挖煎 它变成炸的磕仔的这样一个形式出来 就变成小食也可以当配菜 其实谢一锋最初不是学餐饮专业的 之所以她踏上这条路 能源源不断创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美食 这和妈妈的耳容目染也是分不开的 之所以对做菜有兴趣 那是因为我外婆先走了 我妈妈为了想要记起她的味道 她就开始变成一个很会做菜的妈妈 她每天都会换新的菜肴 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 做菜有时候不是普通的填饱大家的肚子 它有时候是可以让大家去缅怀一个人 或者是传递一个温暖或者是记忆的 淮阳菜以卓越的刀工 步凡的火工成为八大菜系中 最让人惊叹的一类 每一道菜不仅赏心悦目 更让人流连忘返 很多厨师最初入行都是慕名而来 刚开始因为花洋菜想救的就是说 这个菜做得特别 演绎特别漂亮 刀工特别精细 骨子里说做花洋菜 首先能炫耀刀工 炫耀越火候 就回老家以后开饭店也能炫耀一下 没想到后期再做做 越做越做爱做花洋菜 就一直在坚持做花洋菜 我叫胡光 从事餐饮行业有24年了 一直在做花洋菜 担任福兴会店的储品总监 福兴会是一家在上海开了十多年的 淮阳菜餐厅 虽然低调的外观 但里面的环境非常雅静 每天一早 厨艺总监胡光都到前厅看看 今天预定的情况 确定好今天的工作量 每天一早到的各地食材 他也都要检查一番 因为从疑心发过来的水呢 我们每天早上到过以后呢 首先检查它好不好用 有没有坏的 有没有老的提出来 清洗以后进冰箱 总在用的时候 再拿出来以后再去皮 保持实在的新鲜 除了红毛笋外 店里还会用到很多其他特色的食材 都是上海比较少见的 我们学用实在都是异地发货的 农甲军的长州天目湖的 丽阳的白芹 淮阳的长鱼 阳中的食鱼 都是从一地发过来的 因为上海来很难买到 他们店遵循不时不时 只要是当季最好的食材 无论多麻烦都会取得 每个季度的菜单也都会更换 这一年四季有四个菜单 春季 春笋 马兰 螺丝 也和虾 这些东西来作为一个春季的食材 一型的红毛笋为棒肉 因为这个季节是最鲜的 因为这个笋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它跟普通的春笋还不一样 这个笋生长的时间比较粗 比较大 然后来做的一道菜 配上棒肉比较鲜香 如果买不到红毛笋的观众 在家制作可以用当季的竹笋来替代 原材料如下 我们就学起来吧 第一步先把火打开 然后锅中放入少许的豆油和猪油 放猪油的作用是 把汤的浓度更加浓稠一点 会香一点 然后放豆油是增加它的食欲感 然后颜色更跳一点 金黄色 首先 放入煮过的棒肉 和咸肉一同煸炒 煸香以后加入我们今天的笋 以及红毛笋 首先红毛笋要提前焯水 把它的色味去掉 加入高汤 如果家里没有高汤的 用白开水也可以 咸肉 棒肉本身就可以提升 很浓的鲜味了 开上锅盖大火焖五分钟 五分钟过后 我们就开始调味 就加一些少许的盐 在五克左右 然后胡椒粉三克 搓烧水的木耳放进去 再盖上盖子大火烧一分钟即可 就这样 鲜美可口的红毛笋棒肉就完成了 虽然做法简单 但是大厨对于食材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每三次来到五十斤笋 只用了十斤 四斤全部退掉 就导致供应上这一盘一直在沟通 要求要严格就是对客人的一种负责嘛 都说 吃西餐是一种仪式感 满足味蕾的同时 还可以提升人的精神享受 而这家连续五年 米其林推荐西餐厅的主厨 在开工之前 用这种方式提高大家工作热情 没错 就是听音乐 这就是他能做出美食的方法之一 I IM MATTHEON, EXECUTIVE CHEF 由 The Cut Concepts I've been in Shanghai for about eleven and a half years and I've been a chef for about twenty-two years Going strong I always play a little music to set the tone Kind of helps people to get in the right spirit and right frame of mind because the kitchen is very steel chars heavy sounds and a nice smooth music sound wherever it's from 正因为将愉悦的心情赋予给了食物 所以烹饪出来的美食 更能带给食客开心与满足 而且在上海生活的11年 也给马修带来更小的收获 所以马修做的料理不仅有地道的美式做法 偶尔有些菜还会加点中式元素在里面 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他对菜品的热爱 关于牛排的制作 他总是亲身教学 牛排制作 他用的是最地道的美国做法 用绳子扎起来再煎 不仅味美 牛肉里面汁水也不会流失 无论多辛苦他都用心制作 因为热爱 每个环节他都甘之如意 我认为热爱的菜式 我会让人们的食材 去继续楼 继续楼 和味道 和味道 它一直给了我一种诚意 在担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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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给了我 这一种职业 不是只工作 但是一种生活 我真的爱了 我喜欢大家的爱和感兴趣 我最喜欢的食材是美国的食材 美国的鲜鱼和鲜鱼 我最喜欢的最终是 由南北的鲜鱼 它有很多味道 我们可以使用的东西 黑毛猪 三文鱼 牛排 是大厨最喜欢的肉类 今天我们就请大厨教大家 在家制作仪式满满的三文鱼料理 无需过多调味 只需要盐和一些配菜 想要学习这道香煎三文鱼的观众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制作步骤已经为大家打包整理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下周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在厨房里说故事 做名菜 我是王烟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这个脆的面包包哪里找的 这个只有碗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过不过不能吃过 更正宗更上导式的传菜